各位聽眾,又來了,施工案又是來了,上一場我們講到關太去拿水給施工喝,留下施工一個人在三二鳥那裡,何不知發生事幹,而他就完全不知道,他在拿水的時候,被老伯提醒他,他才愚夢初醒, 立刻拿著水,非分地回到三二廟那裡,去探究竟,他回到一望,見到廟外有很多馬匹,也有很多賊仔,他見到這個情形,知道江湖中人在一次分肥集會,他看了一段時間,他都見不到施工,所以他的心裡就很害怕,以為施大人真的被老伯廣眾遇了害, 另外,他心有一急,就想說大突破地闖進古廟了,但是他心突然之間清醒,不是的,俗語都有說,凡事都要三思而後行,如果我現在貿貿然進去廟裡面,裡面那麼多人,說到武功,我就絕對不會怕他們, 想捕捉到我,真的沒有那麼容易,只不過雙權難敵四手,假如我們的施大人已經遇害,我就這樣闖進去,都是於是無補的, 不是他們死就是我亡,不過如果盼命一搏,死就是死,死也要死得壯烈一點,這樣才是不負主恩,假如我們的施大人真的未曾遇害,我就這樣粗心大意衝進去,跟他們搏命, 那他們一定會殺死死絲大人,哇,如果是這樣,日後一定會被人恥笑我,說我主人就救不了,反而害死了主人,哎呀,那豈不是反為不美? 嗯,不是啦,我都是要看清楚一切的環境,才再作打算了,那他們想完之後,就去高一點的地方,找一間廟的一棟爛牆那處,那他們在牆那那處就望進去,先前那幫流羅,因為他們亂了大龍,一時又坐,一時又走,同時又馬匹和那些樹枝遮住了他的視線, 令到關太看不得清楚,因為他們就走一大段路,那心又急,所以就覺得眼花撩亂,現在他定一定神,好留心地觀察,所以他就望到施工,但是看到他怎樣呢,好像一隻雞仔那樣,被人綁住在柱子上面,仍未死,所以他的心就定了很多了,不過只是暫時而已, 但是沒有辦法救到他,那怎樣呢,現在真是進退兩難了,不過都算幸運,這件事他自己沒有無失地進行,如果不是呢,哎呀,那真的會累死施工都說不定了, 那他現在想一想一想,想一個萬全之賊,才可以把他救出來的,他一路想,見到有棵樹在那裡,他就於是, 一聲,跳了上樹上面,蹲在那裡,在那裡想對賊了,那現在,我們又說回廟裡面的情形了,那現在那些賊扣呢,當時在那裡對著對戀的嘛,這個叫做所謂吹三的,哎呀,他想到頭都爛了,又走又坐, 我、騰來騰去,都沒有辦法回答得到嘛,喂呀,那肚裡邊沒有什麼墨水嘛,就算倒吊也倒吊不到一滴出來嘛, 正當他坐立不安之時,剛好有個賊仔進來向賊口報告,到底有什麼報告呢? 原來關太蹲在樹上的時候,他的心在想辦法,正當他想到入神的時候,長遮短探, 搞到滿頭大汗,剛好想起床的時候休息一下,誰不知在這個時候遇到一個兵仔,不是兵仔,是賊仔,他在樹下想說方便,誰不知被他發覺關太的身影,在樹上動來動去,這個賊仔見到有人,而且還是生寶人,他就馬上機警,馬上一個轉身走進廟裡, 還一路走一路叫,發現有個人,關太一幕,哎呀,糟了,知道自己的行床被人發現,刑職敗路,那就沒辦法不去出鏈了, 他的心想,大丈夫死不死,用不怕那麼多,就算在這裡蹲到出鏈,也沒辦法救到主人,好,我一進去廟裡見機行事, 他就打定主意,跟著這個賊仔的後面,這個關太來到廟前面,在這個時候,崔山就在對對亂,他又生氣又生氣, 正在無計可思之下,突然之間聽見有人報告,發現人影,哇,他們乘機跌到地上,拿回炸沙,眾人都沒人開聲, 他就一聲怪叫,哈,你又似你,竟然夠膽有人偷看我們? 現在你又說回關太,他抓定主意,決定要去廟裡看風洗你,突然之間見到先前入廟的人走出來,他一眼看見關太,已經站在廟門口了, 他就大聲地說,喂,你走來幹什麼?竟然想死啊?我們債主知道了,叫我傳你進去,有話問你,你現在還夠膽自己進來呢? 哦,你現在還沒死過了,關太,他完全都不出聲,而在廟前面那幫賊匪就說,是呀,是呀,他說呢,他來找他的朋友, 就說不用我們通傳了,拿去自己搞定了,哈哈,給他一條生路走,誰不知他不想,就想走死路, 慢慢,帶他進去,他敢死呢?是呀,是呀,他說為了朋友,和朋友一起死都沒問題,哇,這債主有幾個朋友, 喂,債主,你自己進去吧,一會兒連心肝,皮痺,全部都沒了,哈哈哈哈,哇,真是難聽, 這幫這樣的賊真是沒有人性,叫人去送死也有,難道他們真是沒有了心肝誤撞的? 哎,做賊的,難道真是個個都是這樣的?如果是,真是希望以後不要撞到這些賊了, 好了,不要說他們,現在我們又再說回關太,他完全不把這些賊放在眼內, 說得他們說什麼都好,他完全不跟他們計較,他認為那些一二個都是這樣的小卒,無能之輩, 正所謂未見過大蛇柯屎,都未見過真正的英雄好漢,所以他就按住自己心裏面的老婆,好,任得你怎樣唱歌都好,他還笑口口地說, 哈哈,勞煩帶我進去,讓我見到你們寨主的尊容,同時,我亦都想見到我的朋友,至於生死就不關你的事, 那剛好呢,這個小卒就說,這個小卒就說,什麼這麼急啊,你今天死不死呢,你儘管跟著來呢, 他說完之後,頭也不回向著全面行,關係就一於跟著他進去廟裏面, 嘿,你先站住,我就去品報給寨主,看我們寨主怎樣發狂, 這個賊主就進去向賊首報告了,現在這班所謂大王的賊寇,在大殿裏面,你一語,我一語, 在設研究,看看一陣子進來的肥羊到底是什麼根兩,出多少把炮, 那樣在老虎頭上驚失,現在聽見這個賊主說他進來了,哦, 你一把賊主知道原來跟綁在柱上面的那個鏡頭是有關的, 那當時覺得,嗯,不是吧,在他來頭也不少,是,大家要小心, 看著這個神友,千萬不要讓他走掉,叫他進來, 現在外調等候的關太,聽見裏面的對話,他就並沒有出聲, 喂,我們大王叫你進去,哎,他把心裏面的怒火壓住, 我心在想,哼哼,現在來到耶穌遇對這些人,暫時我不跟你計較, 因為斯大仁現在還在他們的手上,有什麼意動呢,他就會令大仁受苦的了, 好,我都是看定先,於是他就慢慢一步一步跟著那個賊主進去, 那幫賊主看見他進來,只肯肯肯然一步一步走進來, 一身便服,生意人的打扮,年紀輕輕,純紅似白,身材健壯,赤手空拳, 並沒有半點巨色,還眉眉嘴這樣笑, 好了,現在我們說回我們的斯大仁, 他被人綁在一條柱上面, 簡直好像等死那樣, 突然之間聽見有人說廟外面有人偷看, 啊,師公知道不用說, 當然是關太了,他心裏面暗自歡喜, 哎,好了,好了,這次真是菩薩保佑, 但是後來聽見那幫賊主說要小心對付這個人, 他的心又冷嘴一結, 他說關太一個人, 真是對付不到整幫殺人不眨眼的賊匪, 他真是怕被人包圍著他, 真是連一千希望都沒有了, 現在他偷偷地看進來的人, 哎呀,原來真是關太, 但是他再望真一下, 哇,他不體猶子可, 他一見到關太, 就真是整個心都緊緊了, 這一鏡真是非同小可, 他心裏面想,哎呀, 關太, 什麼你這麼草率的, 你連兵器都不帶, 你現在赤手空拳, 手無穿天, 夠膽進來, 哎呀, 你真是不知死活了, 假如那幫賊犯在面上來, 是不同人這樣的品, 他一動起手, 你怎麼頂呀, 你這樣搞法, 哎呀, 是不是來殺我, 還是來救我, 你真是想和我同歸於盡呢? 現在師公的心急到啪啪跳, 用雙眼睛到關太, 又似乎很怨恨, 又似乎很驚怕, 他看著關太, 都不知道怎麼辦, 現在我們不要理師公的心, 怎麼想了, 講回關太, 他一入到廟裏面, 左眼一望, 見到師公被人綁住, 整副殘疾的身軀, 不過依然慾丹, 他知道還未曾遇害, 他心想, 幸好我剛才沒有魯莽行事, 如果不是, 就真的誤了大事, 嗯, 現在看這個情形, 只有用游計, 憑我的考員辨識, 既可以脫得身, 亦可以救回他, 原來他在流木四盼, 見到很多大賊都站在那裡, 高矮肥瘦, 雖然各人的體貌不同, 但是各人都懷有利器, 個個爭眉露眼, 哇, 拆完拆箱, 他看完之後, 唉, 這次實在空吉微卜, 希望憑師大人的洪復, 天有定數, 名中注定好, 那麼他就立定主義, 特地扮得很老實的樣子, 一路走向那些賊購的面前, 好像很有禮貌一樣, 面上堆滿笑容, 共一拱手, 各位債主在上, 過客又禮, 希望各位多多包容, 從來做好漢, 絕對不會屈失在強購面前, 他所用的正是那種不卑不抗的禮送, 一來, 他又不想激怒這些賊購, 二來, 讓對方也不敢對自己輕視, 現在關財對那些賊購講完那些說話之後, 他就不方不亡, 安安穩穩地站在一邊, 那這些賊賊見到關財對著自己這麼大班人馬, 竟然全無巨色, 定過台右, 好像很有把握一樣, 只見他單身前來, 就知道他並非是弱者, 不是那些走廊飯袋, 他們的心裏都有些好感, 但是, 有些比較粗魯的就看不起人, 以為人多可以生氣死象, 就對他作成了死狀, 那些短命衝, 一股膽進來, 見到我們大王貴都不貴, 你們有沒有禮貌的? 還說你有禮, 你是有禮的, 我們大王就沒有禮了, 你夠膽前來受死, 就不讓你們去看看也不行的, 你知道我們才行, 我們最喜歡劏人的心, 喝人的血的, 你知道嗎? 他一說完就一個戰隊想全身動慣慨了嗎? 那這個時候, 阿猶敦李四也看出對方有個人的膽色, 明知道自己的朋友入了苦月之中, 他都夠膽一個人生入苦月去找朋友, 就知道他是有勇有謀, 又有義氣之人, 而且是非比尋常之人, 於是他就馬上上船攔著這個魯莽的兄弟, 各位兄弟, 不要亂動, 我們要先問清楚他, 他既然夠膽來到我這處拿人, 就等於在老虎的口裡, 搶人的骨頭而已, 他一定是武功有了, 他才敢這麼淡定, 好, 我們現在應該叫他露兩手, 施展給我們看看, 如果他是有些資料的, 我們就尊敬他是英雄好漢, 到時就可以交個朋友, 也免被人家說我們陸林閉室, 以後有機會讓這個英雄好漢知道, 他們都可以進來我們這裏, 做我們的行家, 如果他是沒有這樣的招數的, 沒有這樣的把握, 沒有這樣的驚人功夫的, 他也不敢這麼大膽一個人進來這裏, 好, 我們現在人多世眾, 為什麼要跟他這麼怒氣呢? 他們現在簡直好像在龍中之了, 望中之魚, 他就算有三頭六臂都走不出我們的掌握之中的, 那幾個惡到死的賊頭, 雖然, 啊, 啊, 說了一番說話, 他仍然心心不焚, 不過好不遞得頸, 什麼啊, 要不要對他, 這麼好處啊, 他有本就儘管使出來了, 哈哈哈哈, 今次他賊源都難飛了, 那又不要說, 他一個人單身前來找他的朋友, 他沒有兩道散手, 怎麼這麼沙膽呢, 現在這幫賊口, 你一而我一語, 五師公聽到他們的對話, 心已經十五十六, 他立刻閉上雙眼, 猛禁念阿彌陀佛, 哎, 菩薩, 真的要保佑了, 照這樣看, 似乎還有一線生機, 因為師大人都知道, 關太的功夫又差不多, 如果說埋他身的時候, 都不是那麼容易, 而他單刀一把, 就一定會起到作用的, 不過今次好像見到他沒有帶, 事都臨頭, 又不知道有什麼變化, 師公想到這一處, 他又有點擔心, 為什麼呢, 哦, 原來他又聽到幾個賊口在那裡搞事了, 喂, 現在你用的, 裝鬼嚇人啊, 我們大王啊, 說要看你的三腳貓功夫, 你還站著不動, 你想怎樣啊, 喂, 你不是想我們一起用了你啊, 你夠膽來找好朋友的, 哈, 你要灑兩枝出來讓我們見識一下, 如果不是啊, 哈, 你就不用自行出去, 你有什麼本事啊, 就誓出來啦, 哈哈, 關太他氣定神閒, 站在那裡, 他聽見那些賊口所講的一切, 也聽到明明白白, 他現在所採取的態度呢, 就是以不變應萬變, 他所想的辦法呢, 就是以由济江, 你們整班人, 你們整班人, 那些渣渣跳啊, 不斷罵他啊, 他一於當你們沒有到, 他你都不理啊, 或是你們整班好像癲狗那樣亂吠呢, 他也都自虐網民, 亦都是保存著, 你不動, 我不動, 慢慢看到定啊, 然後才見機行事, 所以他呢, 就完全沒有露出半點怒氣, 好了, 他見這班烏合之眾的賊仔, 鬧完一輪之後, 好, 等你們發洩完先啊, 他原來就思思言的, 雙手抱拳, 賠笑的啊, 哈哈, 各位債主, 無須這麼怒氣啊, 聽小人向各位講的說話好嘛, 在下, 並不是住在這裡, 我是山西太原人士, 因為在京都做生意, 就和我那位朋友合估, 我那位朋友, 他就住在京城的順天府人, 因為今次我們要去牟州買貨, 所以就路見此地, 因為走得太累, 就在這間古廟折下腳, 我的朋友因為口渴, 我就去找些水給他解渴, 誰知無意之間衝撞了各位債主, 希望各位債主, 看著他在家裡的年老, 雙親無依無依無靠, 卸免他無犯之罪呢? 如果我們兩人能夠同來同往, 那就真是功德無量啊! 假如我的朋友命喪於此, 我就怎能夠向他的相親回報呢? 曼下手, 他還以為我立心不良, 暗中殺害他, 所以我斗膽前來, 向各位債主, 希望你們望開一面格外開恩, 放過我這位殘疾的朋友, 我們如果有命回去原居地的, 我們就一定會燒香求神拜佛, 保佑各位債主, 增財多壽, 財源廣進, 深賞事成啊! 現在這個關太一說, 講了一大篇, 長篇理論的狠求說話, 你猜真是他想講的, 他只不過是希望藉著這樣, 就可以暫時平定下這一幫殘賊的火器, 而另一方面呢, 他又希望看清楚四周圍的環境, 以後就找機會乘機發爛, 首先對付那幫賊, 另一方面呢, 才是夠師大人啊! 如果現在立刻動手的, 他怕那幫賊沒有人性的, 就會乘機傷害到師公的範圍不美啦! 所以呢, 他就假意, 在說了這番長篇大論的說話, 引開他們的注意力, 其實呢, 一個硬漢, 又怎會婆婆媽媽說那些不等死的說話呢? 你叫我都不講啊, 不過我是依師直說的, 為什麼呢? 因為形勢比人強啊, 所以就用這一招拖字脫啦! 現在那幫賊果然被他們所做的假氣吻大了啦! 聽到他們呢非常之嫩, 有點底警不住, 就立刻講啊! 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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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! 你不要再講啊, 你是不是男人來講啊? 這麼長戲都有的? 老人院也不會收你啦! 你閉嘴啊! 好像摩牌那樣! 嘩! 你不用說, 發言考語! 啊! 啊,誰這麼有空啊,聽你的四兩家事啊,啊,我不聽,別說了,現在叫你講故啊,哀哀嗦嗦那樣,像個八婆那樣,你這麼多話說啊,其實我們一早就想拿你的命的了,現在我們大債主說給你一個機會,啊,說正經話嘛,你說這麼多話,我們債主說,如果你是有本事,有真功夫的, 就儘管洗兩招出來給我們看看,不要說這麼多廢話,聽到我們悶了,如果你是有真功夫的,就弄兩手吧,如果不是,我就紮住你,好像你的屎居朋友兩個紮在一起,等你們兩個一起上路兼賢牛王,口水多多,啊,沒那麼容易,喂,好出手了吧,如果不出手,我們來幫你了吧,哇,哎, 現在這班這樣的賊匪呢,真是想動手了,那而這個關財見到這個時候,嗯,是的,應該是出手的時候了,於是他們就馬上來了,快點啦,如果不是他們真是偽多生氣,你一個人搞他們不見的啦, 哎,什麼這樣的啊,時間到了,哎,沒辦法啦,唯有下次節目時間,再跟大家說完它,再會。